其实这十多年来 我就是靠着各位每一位议员 你们巨人的肩膀 我偷偷地学习了这十二年 每一位议员副议长 议长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议长副议长以及议员们 纷纷向叶锦栋握手致意寒暄 在机动市议会担任秘书长 十二年的叶锦栋 即将满六十五岁建林荣退 离别前议长蔡旺莲特地请叶锦栋 在市议会大会结束当天发表离别感言 叶锦栋除了透露许多和议长 蔡旺莲副议长林佩祥 以及其他议员们相处的秘新之外 更感谢议员们让他靠着大家 像是巨人的肩膀偷偷学习 相信未来接任的秘书长 会比他更优秀 相助议员们照亮基隆 在这座议事殿堂上 服务的最后时刻 今天我又再讲两句名言 来跟各位来做分享 一个是德林莎女士 她曾经讲过 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见自己的责任 凯伦凯乐女士也说过 提高你手上的灯 好让你的光照亮更多的路 各位一座承担民意 用心为民喉舌 相信未来一定可以为 基隆三十六万市民 照亮更多的路 警动的责任即将卸下 未来新任的秘书长 必定比警动更为优秀 相信更能协助 协助地座们照亮基隆 更美好的路 议长蔡旺廉则是对 叶景动的退休感到不舍 更感谢他多年来的付出 就是有种 很舍不得的心情 不过以后我们还是会时常 会有联系 终究是好朋友一场 是这样子 那今天特别他 给他一个机会 然后发表一下他 对这个议会这份感情 然后有一些的感言 让他输露一些 然后让我们所有的议员 他们可以感受一下 他对议会的这一份情感 谢谢 议长也表示 接任的秘书长人选 可能从基隆在地 或是外县市的优秀人才寻觅 最主要的是市财市所 对基隆市政以及议市都很贤熟 照顾议员 并且协助议长和市政府方面 做沟通的桥梁 市财市所 然后对整个基隆市政 对我们整个议市 所有的贤熟度 很贤熟的这种人选 而且也会照顾我们所有的议员 然后做协助议长 能够做一个桥梁 跟市政府这方面的一些 业务上的沟通 做一个适当桥梁的这种人选 是我优先考虑的 好 所以有可能从基隆市 或从外县市来沿染 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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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